正經關不了 關不了 正經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來為了生計一下 好來我們先進一段為了生計的片頭 好今天為了生計呢就是我穿我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北美洲已經到過了 這是新的Pico山的另外一個顏色 今天到的兩個顏色一個是灰色一個是紅色 那加起來好像剩下100多件 台灣跟北美都同步開賣了 這件灰色的呢我現在穿這件 我剛剛才把那個封套打開 剛剛穿上來 我這件是L 所以比較寬鬆一點點 M就會非常的合身 就是那種緊繃緊繃的合身 那L呢就是比較稍微寬鬆一點 我的身高是180 179.99 體重呢大概73到75公斤 我最近因為冬天吃的比較多 所以我好不容易瘦了6公斤 我已經又回來兩三公斤 所以現在大概在73 74徘徊 我曾經一度快要80公斤 不行那看到那種就是那種肚子很凸 好 所以現在這個為了生計時間呢 要跟大家推銷我們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就是Pico山 現在我穿的這個灰色還有一個是紅色 還有藍色跟白色不過藍白好像好像賣掉了賣的差不多 還有藍色 藍色好像尺碼不全了 所以大家要的話要上網看一下 好那今天呢從英國端傳來一個好消息 我總覺得英國端會有比較大的突破 不過很難講因為這件事情生有時死有時戰爭有時和好有時 在傳道書上面告訴我們天地萬物都有定時 這個時間操在上帝的手中 但我一直覺得本來說大約在冬季 我想宇宙資金學的同學都相信我所說的我的預感 我覺得今年年底會有大的突破 可是說著說著今年年底剩兩個禮拜 其實我心裡也毛毛的因為我不太喜歡讓大家覺得我言而無信喔 我一直覺得今年年底是因為我有聽到一個一個承諾 那會給我們一個答案 但是有可能你知道這個外國人嗎 慶財公共也可能會趕著過Christmas 也不太不太不太在乎 所以就 Christmas hope 但是 我講的是說蔡同學 你行舟上高攤的窘境 極有可能在今年年底被全面性的揭露 那時候1450就不要再告訴我什麼倫敦大學說他們有什麼LSE說沒有 是因為我們找錯對象通通都不必了 因為我們很快會多管齊下 不管你是倫敦大學也好 是倫敦政經學院也好 我管你是誰啊 英國女王也好 我們會把所有的證據多管齊下的攤在陽光下 來一個決議輸死戰 你看這個時候宇宙政經學院已經不記寫本 英國的訴訟費用 全球的訴訟費用 已經聊下去了 好接下來呢我想 我們今天會告訴大家 Michael Richardson 在英國的部分 他只是英國的一條線 他在Richardson Report上面 今天發表了一篇文章在14號 這是熱騰騰的 原文是Lunders of Economics Contradiction on蔡英文 Thesis examiners Go to information reviewer Tribunal to sort out the double talk 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呢 倫敦政經學院對於蔡同學的口試委員講不清楚說不明白的矛盾證詞 現在進到了下一個階段 哪個階段呢 進到了Tribunal Court 他的信息審查法庭啦 應該這樣翻吧 Information Tribunal Information Review Tribunal Court 就是信息審查的法院 進到了下一個階段 去幹嘛呢 去sort out the double talk 就是要去搞清楚這個矛盾的說法 好 要去分辨清楚這個矛盾的說法 全文呢 我待會會會一個字一個字翻譯給大家聽 好 首先這個四大公投 時間快到了 我周邊的朋友很多很分歧的 比方說有人覺得前三個頭同意 第四個頭不同意 因為是基於對於核電的這個各種的不同的看法 不信任哪或什麼 我覺得大體上來講這種思維並沒有什麼錯 好 但是我比較站在一個比較清楚的立場 是我認為公投是假議題 因為對蔡政府這麼驕傲的政府根本沒有把民意看在眼中的 我們不是沒有公投過 對不對 我們同婚公投的結果 你看蔡同學最後怎麼做 他直接沒收了你公投的結果 所以這個公投基本上是投假的 你投同意 結果他他不同意 你投不同意 結果他同意 反正 他說了算 但是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我把這一次的公投視為對蔡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也就是說 蔡政府在這個公投當中 鼓吹四個不同意 那我們就給他四個同意 為什麼 因為這是對蔡政府施政全面的不信任投票 唯有足夠民意的不信任投票 才能夠讓蔡政府稍微面對民意 學習一點點什麼叫做謙卑 那個時候公投議題才有它的意義 在這個節骨眼你怎麼投他怎麼做 這是兩件不相關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我也不去討論藻礁的問題 我也不去討論核四的問題 我也不去討論公投大選的問題 我也不去談這個萊豬的問題 我認為這是一個不信任投票 從這個角度看 我覺得值得去動員 叫大家對蔡政府投下不信任的投票 就是四個同意 同意什麼呢 同意讓蔡同學下台 我們可以把公投的四個指標 看成是一個概念性的東西 就是什麼概念呢 我們要讓蔡政府下台同不同意 同意那你就四個公投全部同意 如果你不同意那你就投不同意 如果我們同意要讓蔡同學下台 那就讓這四個公投的四個指標 通通投同意 這四個指標加起來的概念就是 同意讓蔡同學下台 各位宇宙真音學人的同學 因為我知道宇宙真音學人同學 是一個很特別的組合 我們這個節目呢 有藍有綠 有不藍不利 有且藍且綠 也還有紅的 歡迎你們來收看 台灣就是因為有多元的價值 跟多元的聲音 才美麗 今天 美國號稱是一個 melting pot 是一個種族的大熔爐 所以這個國家呢 美麗 這個國家 才會成為這個世界上的一個 最多人想要在這邊留下來 不想走的地方 最多人想要尋求政治庇護的地方 像我對不對 你去看看嘛 哪個地方最多非法移民 哪個地方最多政治庇護 那就不用再說了 這個地方應該就是最好的地方 這理論上是這樣 當然美國有很多的問題很多缺點 這個我們怎麼講 我們都知道最近 什麼黑命貴啦 什麼 嗯 種族之間的衝突啦 永遠化解不了嗎 因為美國是種族是一眼就看出來嘛 社會經濟地位 一直就是永遠不可能 平頭 永遠不可能平等嘛 因為上帝創造不同的人 適合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區域 生存 結果美國當年就是硬把人家當成奴隸 然後從非洲把他拉到美國 所以種下了很多歷史上的錯 今天他得去面對 好那今天美國有很多的治安的問題 有很多的種族衝突的問題 也有很多價值 日漸敗壞的問題 但是 總的來講他還是一個 全世界的國家最想跑去的 的世界的人最想跑到這個地方 來這地方就不想走的地方 那你說你要罵他 你要罵他什麼嗎 好那當然可以罵了 但是 呃有資格罵他的國家其實實在不多了 好 那講到這個公投 在美國也是 呃經常的舉辦公投 不過對台灣來講 該投的不投 不該投的隨便亂投 在台灣最該投的憲法層次的公投 從來沒有投過 像這種屬於公共政策的公投 基本上其實大可不必 交給立法委員去做就可以了 立法委員違背名義 就把他罷免掉用罷免取代這種議題式的公投 我覺得對台灣的政治會有更良好的 一個正面的發展 好那對於這個四個同意作為指標 來讓 蔡同學我們同意他 蔡政府下台 蔡政府換人座 至於換誰座各位不用擔心 呃按照憲法來 如果或者是按照這個法律 按照選霸法來按照這個 呃 法律的定定 那是賴清德繼任 或者是到了什麼時候要改選 我覺得 這個是第二件事情 不要做太多的政治 算計 對的事就是對 不對就不對 這政府不好就把它拉下來 拉下來以後萬一有更不好的 那再把它拉下來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偉大的選民 應該要有的一種智慧 所以這次的公投四個議題 就我個人來講 我不管他四個什麼議題 反正 就把它當作對執政黨的不信任投票 就投下同意把蔡同學拉下來的四個同意 贊成我這樣看法的同學 請假一 不贊成我這樣看法的同學請假二 好我相信會有一些不同的同學 有不同的看法 不過沒有關係 本來民主政治就是這樣 那我把它簡化 我把它化約 當成是對蔡英文這個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所以要把蔡英文拉下來 這個政府拉下來 同意的就投四個同意 好現在呢我想蔡同學政府已經感受到民意 排山倒海的壓力 民進黨黨主席這個時候跑出來了 蔡英文當時講到這個胃一肚子火 當時在國民黨馬英九在兼黨主席的時候 我們大聲的批評 因為我們覺得黨政應該要分開 結果民進黨跟著我們大聲的批評 不是說他跟著我們啦 就是說大家看法是一樣的 覺得黨政搞不清楚在台灣這個社會 其實對於我們的民意代表來講是一個 是個災難 因為他兼黨主席 所以他可以一條一條邊的指揮黨 結果民進黨上台之後 我當年反對兼黨主席的民進黨 完全完全180度 他們做得比誰都過分 我們這個做媒體做評論的人 我眼睜睜的看他們在說 臉小微我們實在也是 屠呼覆覆啊 所以我們繼續抵制 我在節目中一樣 我反對蔡英文兼黨主席 各位可以去看我以前的我們的評論 我們就是不對人 人可以有立場 但不能沒是非 好 現在 蔡同學兼民進黨黨主席的後遺症 她的禍害 終於來了 而且非常明顯 就是 六都由她提名 不分區由她提名 這個黨政協調由她操控 換句話說 所有民進黨黨員變成一條鞭 成為了應聲 從民意代表變成了黨議代表 這是目前台灣執政的最大最大的錯誤跟悲哀 好進一段廣告之後 我們回來我們來看看 四大公投 還有我們要進入 Michael Richardson在英國端的突破 EM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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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常会讨论主席指示办理 我们来看看 主席出面要呼吁公投 要奖励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看啊 12月18号四项公投 攸关台湾国家发展 蔡英文主席在2021年12月8号中常会 下达全体动员令 指示全体党公职都要站出来宣讲 走上街头走进市场 以捍卫正确的政策确保台湾的稳健发展 第一个 要鼓励党公职在公投前努力的冲刺催票 有关本党区域立委绩效奖励方案 将依据2020年各区立委选举中 本党的政党得票率 跟国民党的差距作为比较的基准 同时 在依照本次四项公投 各区立委选区中不同意票的得票率 最低项 与前述政党票的差距进行比较 绩效表现加者 给予适当的奖励 这个就是 我看不太懂了 反正就是你同意不同意的差距 跟上一次选举 本党跟国民党之间的差距 然后看谁能够 在这个四项公投当中 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大概就是这样 至于奖励要奖励什么呢 我们再往下看 有关本党的县市议员 乡镇市长及县市党部的绩效方案 采单一客观标准 将与具体催票行动的实际表现进行评比 然后由各县市党部协助汇整资料 再与详细评比奖励讲了半天 我们来看看 奖励方案是什么 考虑讲 绩效奖励评比的客观性 届时将邀请中厂委级相关人员 组成绩效奖励评比小组 讲了半天废话 到底要赏什么啊 另 有关具体奖励方式 依规划完成后再行 另行公告之主席蔡英文 讲了半天都是废话 呃就是 这叫做威胁利诱一下 要奖励什么东西 没讲 就说啊 以后再说 奖励拍拍手 从 呃蔡英文 这个民进党的党主席 跳出来 要大家动员 就知道民进党 也是把这件事情看成是 一个不信任投票 因为我想蔡英文非常清楚 公投的结果不管是什么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从过去看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说公投是假议题 如果今天认真要来谈这四项公投 其实很有得谈 我觉得比较争议的是 核四 那当然海外有一些朋友说 呃萊猪他认为这个 他们也是觉得 萊猪应该可以进口 但是 这点我有不一样的看法 因为 没有错 在美国 萊猪这件事情不是个问题 但是因为台湾人的饮食习惯 跟美国人是完全不一样 美国人没有那么爱吃猪肉 另外美国人没得吃饭来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美国人没得做给来 台湾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吃进孕妇的肚子里 所以我再三疾呼 还有来际的这些东西 在没有正确的科学评估 到底会不会对胎儿 造成影响 内脏的含量 存留量是多少之前 我认为 不管是赞成不赞成 这些讨论其实都是 政治口水居多 没有科学根据 好那从蔡英文 这个作为民进党党主席 这么紧张看来 这确实是一场 对民进党政府的信任投票 或者是不信任投票 好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看 Michael Richardson 在英国端又有新的展获 他在Richardson Report上面 这篇报导是 Londoscope Economics Contradiction on蔡英文 The thesis examiner goes to information Review Tribunal to sort out the double talk 现在这整个案子呢 在Michael Richardson的手上 又把它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就是他这个要求 英国的法院 英国的法院也同意了 他要进行调查 为什么英国伦敦大学 在回应ICO的说法上 出现了两种完全矛盾的说法 我想 Tribunal Court 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 根据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就自由信息法 能够揭露 让公众有知的权利 公众有知道公共事物 透明 展现在人民全面的权利 那当今天如果Michael Richardson去询问了一些有关于英国伦敦大学的内部的一些政策也好 他们实行的东西的内容也好 那肯定是公共事务 那如果他们所提供的答案 在透过Londoscope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所谓的伦敦政经学院所回答答案出现了两个前后矛盾说法的时候 英国的行政法院决定进一步调查 就是这样子抽丝剥茧 剥洋葱 一层一层的剥下去 一定会剥云见日 而且我跟各位同学们透露 我们在英国不是只有Michael Richardson这个官司 我们现在呢是用地方包围中央 我们是用蚂蚁熊兵的方式 我们绝不相信 这个英国伦敦大学 政经学院也好 跟蔡同学这个犯罪集团 没有办法被我们这种滴水穿石的恒星跟毅力给攻破 快了 我想跟各位同学说 这一波一波出来的判决 英国还有犯罪集团 伦敦大学 你们绝对招架不住 如果你们敢再指路为马 我们就会加码 你吃掉一个案子 我们会进行三个案子 我们的决心 请犯罪集团 千万不要低估 你有国家机器 你有外汇存笔 我们有英国 美国 还有台湾 许多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跟福尔摩斯 钢铁班的意志 是一个打不倒的长城 好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这个标题的意思就是说 伦敦政经学院对于蔡英文论文的口识委员的矛盾说法 已经在英国的行政论法院被推进到下一步 这个下一步就是要根据这个信息就是资讯审查法庭要开始去比对这中间的矛盾说法并且加以釐清 好这篇的内文呢还蛮长的啊 我就不教英文了 我就跟大家把英文翻中文的大致上的意思跟大家做个说明 英国的这个tribunal court 这应该叫做呃信息或资讯呃资讯审查法庭吧 其实是行政法庭了 不过因为我们这个案子是有关于呃information act 所以我们就认为呃而且我们把这个东西是在这个ico就是呃information commission office叫做呃资讯委员会的相关的案子 所以进到行政法庭之后 他是属于资讯透明的这个行政法庭 那么这个英国的审查庭呢已经被要求啊要去解决 伦敦政经学院中有关于这个蔡英文总统1983年的博士论文的两个互相矛盾的事实 以及两个互相矛盾的声明 这个互相矛盾的一个就是伦敦政经学院没有蔡英文的资料 一个就是伦敦政经学院又发布了蔡英文的相关资料 这个叫做发布内容的两个矛盾 那根本的矛盾就是你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这是另外一个根本的矛盾 现在tribunal court呢被要求他们也接受了将进行这两个矛盾的调查 这样查下去就对了 我们慢慢的从各个矛盾点切入然后用不同的方法诉讼英国行政法院再怎样他也必须接受啊 因为这是根据法律就像台湾的法庭一样我们之所以开这么多的战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法官有很多在包庇 但是你再怎么包庇你也必须写出个理由来像姚念慈刘成武这种索性干脆退庭然后通缉别人的毕竟是少数 而且你这个做法的更曝露了这件事情本身不可告人的内幕 所以我们在英国端也是用这样的一个诉讼策略用多方的这个诉讼来包围进入事实的调查 好我们再看看这篇文章说伦敦政经学院应该是2021年的5月份啊 应该是说伦敦政经学院呢在2021年的5月份的信息自由的这个要求就是有关于 freedom of information 的request 就是由Michael Richardson 在2021年5月就是半年前他的要求 伦敦政经学院呢又被迫的再做了一次内部的审查 LSE 的法律团队的负责人叫做Kevin Hens 这个人大大出名了 因为在这几次我想闯获的人就是他 对不对就一会儿就是他说examiner 有两个人诸如此类 最近闯获的人都是他 那我们来看这个Kevin Hens 呢在一项刑事的调查中 向中华民国的司法单位提供了一个据称是examiner 就是口试委员的姓名的一个缩写啊跟另外一个姓名的全名 那他讲的就是Michael Elliott 跟着Leonard Lee 所以这个Kevin Hens 曾经向我们的法务部 那这个法务部也是因为我们在卓宇选法官的寒寻当中我们提出了要求 要英国伦敦大学回应有关于蔡同学的口试委员名单 结果英国伦敦大学没有回应 倒是这个250伦敦政经学院的法务主管跳出来回应 他回应法务部说是的有两个人 好这就是目前Michael Richardson 抓到的把柄 因为他显然的跟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所提供的消息是矛盾的 好那么Michael Richardson 说他甚至引用了 这一个消息来源在蔡同学273页的学生报告当中的页数 所以Kevin Hens 你这下麻烦大了 你不能说你看走眼 你也不能说你喝醉了 你也不能说都是月亮惹的祸 基本上你告诉我们蔡同学有两个口试委员 而且你要告诉我们说 你这两个口试委员是根据蔡同学在伦敦政经学院里面的学生档案中的 72页跟73页两页 所以你这摆明了就是不但提供证词证悟 还引述了证悟的详细的出处 那我们再往下看 尽管Hens 是伦敦政经学院的这个法律团队 他的正式名称叫做Head of Legal Team 就是法律团队的负责人 但是这个Kevin Hens 很糗的是他不是律师 这是很罕见的 一个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法律团队的负责人 竟然不是律师 这个我也搞不懂 所以我们在这个宇宙政经学院的一群福尔摩斯 甚至在怀疑说 这个Kevin Hens 会不会是一个造假的人 你看你既然文件可以出现阿飘的文件 也没有人签名的甚至不存在的人 那现在这个重要的打手 当然会去找一个自己要不就买通的 要不就自己造出来的 不然你是在想不出第三个可能性 那这么配合犯罪集团演出的这个Kevin Hens 号称是legal team的负责人 可是他竟然没有律师资格 你不觉得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是欠钱吗 没敢没开吗 没有钱吗 怎么会去雇用一个法律团队的负责人 本身没有律师资格 所以这个Kevin Hens 的身份 让人大大的起疑斗啊 所以呢这个Michael Richardson 就质疑 他说因此Kevin Hens 如果呢 他说在台湾起诉 台湾的这个commentator 就是台湾的这个新闻评论员 Dennis鹏的时候 他提供了假的讯息 那么他就不会受到这个法律监管的约束 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是律师 他这样做假讯息 他会不会调查他的律师执照 所以会不会是派了一个牺牲打的人说 对不起他他弄错了 造成一个 你没有办法对他有什么样的处分 他说这个蔡英文总统在2019年6月份 向伦敦大学伦敦政经学院的图书馆提交了一份 他的个人的草稿 引发了一场有关于蔡同学 这蔡英文的论文的争议 距离论文的这个到期的35年 这个彭文正 Dennis鹏指控蔡英文学术造假 而蔡英文对Dennis鹏提出了刑事诽谤的诉讼 现在呢更把它通气了 在回答公众关于到底谁批准了论文的问题的时候 LSE否认有论文审查员的姓名记录 就是在Tribunal Court去引用了英国的资讯委员会 ICO的整个调查报告 他承给了英国的资讯委员会 明白的讲 LSE 伦敦政经学院 没有拥有蔡英文的考试相关资料 以及他的博士的论文的相关资料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Michael Richardson 他就向英国的Tribunal Court提出 要求调查这中间的矛盾 听到广告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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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經關不了 這個街頭藝人又變裝了 這是我今天收到的 Pico 3 紅色的版本 那我這件衣服是看起來比較合身 因為我現在穿的這件是 M 的 剛才穿的那件灰色是 L 的 好 來 我們要來做個 30 秒的宣傳 好 為了生計時刻 好 這件衣服呢 還有灰色還有紅色 還有少數的藍色吧 大概剩下一百二三十件 好 老闆被通緝 跳樓大賤賣 要買又要快 要買又要快 老闆被通緝 跳樓大賤賣 好 我們接下來來看一看 Michael Richardson 他的 這篇報導 好 這篇報導當中呢 又提到他現在在英國的一些新的進展 好 所以大家 仔細聽 如果在台灣的法庭你覺得很悶呢 就是怎麼搞的又被做掉 又被看破地 去看看 Michael Richardson 我們這個 海外的急先鋒 在英國別有斬獲 好 我們再看看 Michael Richardson 的 Richardson Report 他說 現在呢 在回答公眾 大家對於有關 到底是誰 批准了蔡同學的論文的這個問題的時候 LSE 否認了他們擁有這個論文的口述委員的名單 倫敦政經學院在1980年代 事實上呢 他們沒有授予博士學位的這個資格 倫敦政經學院是當時是由倫敦大學 向這些倫敦政經學院提供的合格的名單 去頒覆這個所謂的文憑 不管是博士或碩士 好 所以由倫敦大學向這個名單上面去發這個文憑 可是我想在國外念書都知道 倫敦大學是授予文憑的單位 但是誰是管理學生的單位 那當然是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系嘛 法律系的學生 當然是屬於系上來管 只是最後頒發學位是由大學嗎 我想這個大家應該都很清楚嘛 你不會說一推二百五 你說學位是倫敦大學頒的 所以我倫敦政經學院啥都沒有 這不可能嘛 所以我說現在這個狀況是倫敦政經學院也要跳船 這個ICO CO 信息審查專員也要跳船 所以才會出現這個Louis Nardo 準備走人 Elizabeth Denham Elizabeth Denham 這個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準備走人了 這個 Information Commissioner 是個不小的官 是個蠻大的官 這個人怎麼那麼不眷戀 我們的判斷這中間必有蹊蹺 好我們再玩一下看 他說這個蔡同學蔡英文不願意透露 這個 Examiner 就是口試委員的名字 對呀 到目前為止 兩年半了 這個我們在媒體界的前輩鄭春奇 最近也跳出來仗義直言 他說他相信這個蔡同學就是沒有學位 不服氣來打臉 他說很簡單 你最簡單的事情就是你老師是誰 你的口試委員是誰 那你就描述一下講一下嘛 這有什麼好機密的 對不對 我們的老師呢 我們巴不得以他為榮 我們都會說我是某某某大師 像我是Jack McLeod的學生 學傳播的 尤其是政治學或傳播學的 沒有人不認得Jack McLeod 我是他的學生 我多光榮啊 對不對 我的這個統計老師是誰 我Robert Mayer 好幾個人都教過我嘛 Chuck Hollaby 這是我們有什麼好隱藏的 那怎麼會有一個學生死都不肯透露 他的口試委員是誰呢 這就是一個非常非常不合常理的情況 好 那麼這個Michael Richardson這篇文章說 因為這個蔡英文不願意透露 口試委員的名字 這讓這個爭議持續了兩年啦 確實是如此 你不願意公開你自己的東西 然後每次三公四老虧 才會讓這個爭議 持續了兩年多 聽不懂的 我相信你了 好真的很好笑 那麼倫敦正義學院跟倫敦大學現在 這兩所學校都以資訊保護法 這跟蔡同學在台灣搞個什麼 國家機密檔案法不是一樣的意思嗎 所以資訊保護法 就是倫敦正義學院跟倫敦大學也配合這個犯罪集團 拒絕透露 Foia 就是根據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根據自由信息法所提供有關於公共信息的這些要求 好 Michael Richardson 這篇文章呢 他在進一步 又提到了 他說 在向這個倫敦大學 那些申請 口試委員的姓名的請求的時候 然後目前的處境是正在等待二審的法庭的審理 好到目前為止 我們再來看看一審的結果 他說一審的仲裁庭將考慮向倫敦政經學院提出相同的請求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點 這是內行人看這個門道的地方 他說倫敦大學表示他持有口試的報告 而LSE 倫敦政經學院聲稱他們不知道口試委員的姓名 好 如果倫敦政經學院內部審查可以按照規矩來 就沒有理由 讓今天這個仲裁庭呢 有介入的可能性 同時 Michael Richardson 說 這個學校 當然就沒有辦法提供他所沒有的東西 然而 他說這個 Heaven Kent 這個 Head of Legal Team 就是他們的法律團隊負責人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團隊的負責人 他呢卻做了一個相反的矛盾的動作 是向台灣的司法當局提供了一個 據說是口試委員的姓名 還有另外一位口試委員他的姓名的縮寫 這使得 Kevin Hance 這個 Head of Legal Team of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就是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律主管 跟倫敦政經學院的董事會的秘書 還有這個董事會秘書呢做成一個報告的 這份報告的作者 Louise Nardo 他們的看法是直接矛盾 一個說我們沒有任何相關的資料 這是倫敦政經學院的董事會的成員 也是系上這個學院的秘書 Louise Nardo 這他的說法 結果 Kevin Hance 不知道是喝醉了 還是串供沒串好 還是1450領完了 他竟然告訴法庭說 就是他們有兩個口試委員的名單 所以一個說沒有 一個說有 一個這個倫敦政經學院的董事會說 沒有 倫敦政經學院的法務主管說有 而且還提供了在哪一頁 看到的兩個口試委員的姓名 好這個資訊委員辦公室 首先會被法院來要求 就是ICO會被法院來要求解決 這一個矛盾 到底是有還是沒有 口試委員這麼簡單的東西 要讓我們打上法庭 然後一個學校竟然有兩個不同的說法 而且這兩個人的位置都還挺高的 一個代表法律團隊 一個代表董事會 那現在Michael Richardson說 我們就是要去法庭說 你們先把這個內部情況搞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給我們一個交代嘛 所以呢 我們現在這個在海外的這一仗越打越精彩 你不說謊還好 對不對 你說啊 無可奉告 那我們密不透封 還不知道該怎麼辦 結果兩個人講的不一樣 所以我說嘛 這跟台灣教育部的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你教育部 遮遮掩掩 最後你總是壓蛋再密也有縫 你說多了 如果不是事實的東西 你掰多了一定會出問題 果然出問題嘛 蔡同學的論文題目不是 很明白嗎 在正大的履歷表上面就出現兩個嘛 這個狀況就跟倫敦政經學院的 Louis Nardo 跟Kevin Hans 一個法務主管 一個倫敦大學董事會的秘書 兩個人看法就是完全不一樣 接下來 我們就是要來要求 在英國的資訊委員會 去要求倫敦政經學院 先講清楚這個矛盾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然然呢 這個ICO 卻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斬獲了 這個資訊委員會 他目前為止他並沒有得到 到底這個Kevin Hans 跟Louis Nardo 這兩個之間明顯矛盾的這件事情 到底是怎麼回事 好 現在呢 這個資訊委員會 他們用一種probability 來解決 到底 倫敦政經學院有沒有 examiner 的這個說法 很好笑 有就是有 沒有就是沒有 結果這個英國資訊委員會的 這個辦公室的專員 他們選擇了一種 幾率 probability 概率的方式就是說喔 極有可能是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有多少可能性是什麼什麼 這是很好笑 所以 我們在 英國的法庭用各種方法圍攻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久了你就看出 馬腳嘛 所以 這場仗 越打 對我們越有利 因為 謊話說得越多 矛盾就會越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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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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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不同的時間由不同的人去掰 掰出來結果當然不一樣 因為時間一久人的記憶就忘了 要不然就是掰多了 他的漏洞 他無法連接的環節就會一個個浮現出來 這就是今天犯罪集團 在英國 所面臨最糗的事情 就是三共四老虧 若共若老虧啦 好我們就來看看 Michael Richardson 說 為了要明確起見 他說 這個資訊委員會的專員 不需要明確證明這個訊息 是否被持有 他說 他們只要根據這個機率 平衡的民視標準 來判斷 這個訊息是否被持有 這是 目前 在資訊 委員會 他們答辯的方式 接下來 他說根據這個可能的 平衡 這個 ICO的專員 對於 LSE說他們沒有持有 這種所要求的訊息 感到滿意 也就是 在 ICO的判決的最後一點 就是 ICO ICO應該叫做裁決啦 不能叫判決 因為ICO是一個 獨立調查單位 他的調查報告的 裁定 應該這樣講 行政法院 Tribunal才有判決這回事 所以ICO的裁定就是說 他們對於 LSE說 Denied holding of requested information 他們否認 持有 我們所要求的資料 包括 口試委員的姓名 還有 博士的 Viva的 結果報告的 這兩件事情 對於ICO對於英國倫敦政經學院說他們沒有持有的這種說法 ICO表示滿意 就可以接受 好那麼 ICO呢 就 提出了一點看法就說倫敦政經學院他們已經搜尋了他們的記錄 就是沒有辦法找到相關的訊息 也就是 這個訴訟到這邊為止 斷點在於倫敦政經學院已經斬釘截鐵的向英國資訊委員會以及英國 的法院 斬釘截鐵的做了證詞 就是我們沒有蔡英文的 口試委員的名單以及相關的資料 那麼 在英國的資訊委員會的專員他們的解釋是 LSE 倫敦政經學院從來 就沒有掌握過 有關 這些所要索取的訊息 好 LSE倫敦政經學院 的聲明當中 並沒有任何一條 對於這個訊息 的 否認 有任何衝突的地方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現在是把他的這個英文拿來做一個 逐字的翻譯 你知道這英文 英文的文法跟中文文法有很大的不一樣 英文的文法有時候很拗口 簡單的講了 就是說 在英國的資訊委員會這邊 已經 拍板定案 就是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沒有 擁有蔡同學的 口試委員的姓名 以及口試結果的報告 就這麼簡單 但是 露線的是 英國資訊委員會 他們明白 因為我們已經呈上了狀子 也看到了我們在法務部 函巡的結果 就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這個法律主管 Kevin Hines 告訴台灣的 這個法院 因為這是卓裕選法官 應我們的要求去做司法函巡 結果倫敦大學不回應 倫敦政經學院跳出來 250自己回應了 他回應的東西 大大的打臉了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向 這個ICO 承報的結果 就是Kevin Hines 跟我們的法院說有 但是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跟 英國的資訊法庭 說沒有 你覺得誰比較像是真的 我覺得 當然是在英國訴訟的這一段的政務 比較可靠 我想當時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這個法律主管 Kevin Hines 想說管他的那個 那個 罪爾小島 中華台北 跟我問問題我就敷衍他一下 我就隨便講講 大概是這個樣子 反正 又沒有邦交嘛 就隨便講講 好 那現在隨便講講問題來囉 到底有還沒有啊 現在的狀況是 英國的法庭 踩信了英國資訊委員會的調查 英國資訊委員會的調查 是根據英國倫敦政經學院正式聲明 他們否認 擁有蔡同學的 口試結果的報告 以及 口試的這個審查委員 就是我們的口試委員的 姓名 我想這是到目前為止 非常清楚的 一個 決定 好 那麼 那 最後 Michael Richardson 做了一個這樣的結論 他說 現在呢 在英國的 Commissional Officer 這個信息的專員 被提請 要注意 有關於 倫敦政經學院的 法律人員 提交給 中華民國 檢察官的意見 這個意見 跟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董事會 正式的說法 是矛盾的 因為 ICO英國的資訊委員會 接受了 Louis Nadel的 沒有記錄的 這樣的 結論 這意味著 ICO呢 已經 推翻了 Kevin Hens 對於中華民國檢察官的 陳述 這件事情說明了什麼 Kevin Hens 向台灣的法院做了偽證 這個證據 毫無證據力 最後 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真正的官方說法就是 我們沒有蔡同學的口試委員的姓名 我們也沒有蔡同學口試委員最後的 報告的結果 所以 這代表什麼 任何一個人只要參加過口試 絕不可能沒有報告 你要嘛過了 要嘛沒過 只有一種情況你沒有報告 你沒有口試委員 就是你根本沒有經歷 這場口試 一切 都只在夢裡 所以 答案很清楚 那麼這個Kevin Hens 在台灣這一端所做的偽證 就告訴了台灣的法院 這個證據力 沒有效 而這個證據力 就是黃偉檢察官拿來起訴我的 最主要的物證 我想 台北地檢署 台北地方法院 你們去看看狀子 你們應該清楚 你們根據了一個偽證 來做成了 具體 通緝的裁定 這下 你們的問題大了 我給你們一點時間 讓你們好好去反省一下你們的裁定 免得將來呢 我在速追的時候 你們又多了一個 明知 而固犯 到頭來你們會被加重其刑的 接下來呢 我們再來看看 他說 有關於LSE 向這個ICO 通報的這一些 有文件 有問題的文件 那麼 現在正在被 Michael Richardson 提請到英國的第二審的行政法院當中 要求先釐清這個問題 這兩個矛盾的說法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想這個部分行政法院 已經 恐怕沒有辦法推脫了 應該是 不調查 恐怕很困難 好這個最後的結論是 ICO 就是英國資訊委員會認定 LSE 英國倫敦政經學 沒有這個論文的 報告的記錄 甚至沒有主考官的姓名 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倫敦政經學如何能在他2019年 那個所謂10月8號的公告當中 去查證 蔡同學 通過他的論文口試呢 蔡同學是如何得到他的學位的呢 那2019年10月8號的那一份所謂的聲明 又是怎麼回事呢 這都是我們在英國端 要抽絲剝繭 向法院提出詢問的 答案當然很簡單 最後會發現說 2019年的那一份是 屍呼嚨所偽造的 我想這個答案 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了 現在看誰去 把這件事情給引爆 最後 Michael Richardson 的結論是 Louis Nardo 呢 曾經在詢問當中有一個回應 他說 呃 現在 蔡同學 就是蔡英文的 這個相關的訊息 都是以 所謂的學校中的 既有的記錄 他們所做的研判 好那接下來我想這整個案情的發展就會是 我們會向英國倫敦大學去調閱 你們所做的研判 所做的那些虛偽的證詞 所根據的文件 請你公開 我想我們又進一步的 把我們 對於這個信息揭露的 層次 再往前 邁向一大步 這是在英國的戰場 而且我必須跟各位同學透露的是 這不是我們在英國唯一的戰場 我們還陸陸續續 出手 而這陸陸續出手的部分我不相信蔡同學 跟他的犯罪集團 有能力招架 所以 大家 不要 苦苦的 暗聲叹氣覺得黎明為何 還沒到來 長夜為何漫漫 因為 黑暗的長夜跟 黎明的到來往往其實 前後只是在一瞬之間 所以請大家耐心等候 好我們接下來呢要來看看 This is a book 今天呢要看到的是第29頁 我們現在在看的是有關於格式上面的 這些問題 錯字的部分我們已經講了 快兩年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看到的就是29月格式上的問題是倒數第3行 29月倒數第3行突然出現了一個很奇怪的 畫線 Zenis Radio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這是一個完全不知所云的 一個 專有名詞啊 在講一家公司 可是很奇怪是他底下打了一個橫線 就是 莫名其妙打了一個底線 這不知道是哪一國的標點符號 Zenis Corporation V United States 完全不知所云 在29月的倒數第3行跟第2行 看到這邊你就知道說 這是一個 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個草稿都是一個非常潦草的草稿 因為 完全沒有章法 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在這個地方 突然打了一個橫線 我只能解釋說 也許他是自己提醒自己 準備 資料的時候要用的 所以他這邊做了一個標示 所以這個根本就不是一個論文 他連個草稿都是一個非常潦草的草稿 看了真的是越看越生氣 Za Kunzat Bodak 好我們接下來呢又到了夜深人靜的時刻 要跟大家分享 上帝的話語 今天要看的是比較深的一本書叫做拿紅書 拿紅書的一章第7節說 耶和華 本為善 在患難的日子 為人的保障 並且認得那些 投靠他的人 上帝呢 是我們患難時候的 保障 而且上帝必然認識那些 投靠他的人 跟大家分享 祝大家平安喜樂 也會愉快的一晚明天見 沉當中 螢竟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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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